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是在西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讲座的题目是 当前绿卡排期形式和申请策略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2021年了 我们看到最近的绿卡申请排期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职业移民 关于亲属移民我们会有另外的视频来讲 那职业移民我们看到对于杰出人才EB1类别 现在绿卡排期所谓Final Action Date 也就是表A已经排到了2020年初 那么对于EB2包括NIW和Perm 这个排期是在2016年的中间 对于EB3这个排期是在2018年初 这个是现在的排期形式 那么相应的如果说你考虑申请美国职业移民绿卡 那么应该怎么准备怎么来制定申请策略呢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 我们新闻民律所呢已经为数千位的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取得了各类移民申请的批准 其中呢仅仅EB1类别就有超过上千的批准 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看到呢最近EB1排期呢前进比较快 很多申请人呢都希望办EB1这当然是好事啊 如果说你基本符合要求 那么应该考虑呢就是说办这个EB1 但是呢同一时刻呢还需要有这个realistic的这个判断 那么我们在此前有的文章里面讲到 现在呢从中国在美国来读PhD的博士生就有几万人 这还不包括直接来做博士后访问学者的 直接从中国申请的来自印度的申请人以及其他国家的 那么相比之下呢每年EB1批准的数量呢还是比较少的 有这么一个严重的僧多周少的问题 这个呢我们大家知道也是EB1排期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现在呢以及过去一两年来相对来说批准比较难 所以才造成了这个排期前进 排期前进本身是好事 但是批准难啊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因为好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移民官呢对于这个问题呢 他的处理是一个subjective的而不是objective的不是客观的 比如说你的工作是否足够的突出significantly enough 这一点呢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很多申请人觉得说啊我已经有不少的论文引用 但是呢移民官还是认为说他的贡献不够突出 不够EB1的标准 这个呢很多申请人可能已经亲身体会到 所以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我们建议申请人呢如果符合条件或者基本符合条件 还是可以尽量争取EB1的批准 同时呢如果你没有办理过NIW 还是可以考虑尽快呢办理NIW以取得 并且保持一个较早的优先日期 我自己呢是在PhD毕业以前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 就提交NIW申请 然后过后得到批准的 我们的客户呢也有好多人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办理EB1 但是万一最后没有批准那么也就两手空空 这个事情呢可能有点像中国的房价 美国的股市等等一样 那因为标准也在不断的上涨 你自己的资质就像存的钱虽然在增加 但是呢不一定能够赶上标准增长的速度 那么所以呢我们建议 很多申请人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同时考虑办理NIW 有的人说NIW排期 现在比EB1EB3都要长啊 我等不了这么久啊那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先办NIW取得较早的优先日期 过后呢再争取比如说啊积累更多的条件 符合EB1A的要求 或者取得雇主的支持能够办理EB1B 或者你在工作以后还可以办理EB3 NIW本身不能直接降级 但是如果你办了EB3的Perm 还可以再用NIW较早的优先日期 我们看到呢根据美国的经济形势 就业情况等等 H1B和Perm呢从长远来说 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收紧的趋势 大家可能看到现在有一些新闻 说H1B啊抽签的方式要改变啊等等 那考虑到呢这个今后一段时间 经济形势就业情况 我们认为H1B和Perm呢 也可能将来还会更收紧 那么如果你先办了NIW 这个呢不需要雇主的支持 从这方面呢就有更多的灵活性 Flexibility 我们知道呢绿卡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本身呢你办这个I140 并不直接提供给你在美国继续生活和工作的许可和基础 但是呢从另一方面如果你办了I140得到批准 那么哪怕过后换了工作 甚至离开美国啊 这个你的优先日期正在可以保持 如果是EB1NiW类别的啊 那你哪怕离开美国或者离开原来的工作 还有可能啊继续用原来办理的I140 继续办下来拿到你的绿卡 我们有很多客户是这样的 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人都希望说一步到位啊 我尽快用EB1NiW用最快的方法拿到绿卡 但是我们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个现实可行性的问题 是吧 Don't shoot the messenger 一个花辣子模信使问题 我这个预计说明天会下雨 并不是说我希望明天要下雨 而只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的天气预报 是吧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那么呃 现实的这个形式呢 是办理EB1批准呢 相对比较难 我们看到不管说移民官不讲道理也罢 或者因为僧多周勺水涨船高也罢 等等原因啊 从这方面来说呢 呃 从个人的综合情况考虑 很多申请人我们建议 要么同时办理EB1NiW 要么先办NiW啊 你申请 批准以后 优先日期总在那里 我们此前有另外一个视频 也有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里面讲到呢 有的我们的印度的客户啊 他办了三次EB1 最后才得到批准 那么如果他有较早的优先日期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具体的细节呢 可以参见我们的YouTube视频的其他讲座 以及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另外呢 我们最近开始在美国攻略 这个网站呢 上面有我们的专栏文章 可以搜索啊 就美国攻略 那么在他的首页上呢 就有我们的长篇综合的专栏文章 上面有关于申请的详细的内容 总体来说呢 像前面讲到呢 我们知道过去一两年啊 世界美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绿海的申请策略呢 可以相应的调整 是吧 这个 我们认为 这个办理 不需要雇主支持的 EBYANIW这类的申请 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可以有比较多的灵活性 可进可退 那么在很多方面 给个人呢 带来许多便利 而需要的费用呢 很低 是吧 不要说 不到投资移民的一个领头 这个往往还不到一张机票的费用 那这个是一个 简单的总结 关于绿卡排期的形式 以及申请相应的规划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